国服S1鱼人精胜率85.51% 这把的话空军拥兵武女加先知 大牙帅帅欢迎来本期大牙帅观战来观战一下国服S1的鱼人精 阵容是一套扎实的阵容 这里的话捏稿子 赶路 空军 这里的话交枪进鬼屋或者进鬼屋之后交枪都可以 没有选择进鬼屋 鬼屋里面有队友在修机子 而且是个先知 这边的话空军那就还是进来了 还是进来的话这边是带的遗形 鱼人精这边的话带的是个遗形 天赋的话还是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个不带 先看伤害 不懂他有交枪躲掉 nice 然后这边的话稿子一刀带走 他的一个天赋还是蛮有自己的一个风格的 就是以一个踹板挽留为主 然后其他的坑去不同的阵容来进行一个点配 先知这边密码机被干扰 佣兵的话快走 我来救人 待会儿佣兵去补 这台先知的机子先知外面去存衣修 这把的话呢整体上面来讲击倒节奏还是非常舒服 对于人机来讲是输不了的 但是能不能赢 因为这刀阵我给大家讲 它是一套比较扎实的阵容 所以说佣兵如果说能够不吃双岛把人救下来 这个局还是有保平的可能性 还是有保平的可能性 尽量给到佣兵 那是想卡掉了 这要卡一个卡死救 也行吧 反正救下来也保不活这个空军 那愚人精这里的话你还别说 被压这是挺难受的 但没什么办法 因为毕竟是个佣兵在 佣兵压在这里的话 你但凡稍微一个不注意 对吧 把人这么一投 好了 整个局可能都会翻转 或者说会打掉你很多的一个真身面 只能老老实实的 先把人挂飞再说 尽头给到佣兵 他不能 这个是一波都不救 我都不是卡死 一波都不救啊 就要么偷 要么就不救 然后这边过来补先知的机子 这样的话我们来算一下密码机的总量 加上遗产机 一个人挂飞三台半 机子的话不算是慢的 这个机子你还真别说 愚人精都不一定拦得住 因为为什么 外面有鸟和佣兵的搏命 这两手在的话呢 他们可以通过这两手争取更多的时间 来把机子修完 我觉得这把要平啊 真的要平啊 这波选择这样子打的话 球者这里 这套阵容还真的满实的 鱼人机这边而且没有存在感 没有搭二接 一个崩塌伤害 稍微的偷袭一波 看到先知了 看到先知 现在来抓先知 有点晚咯 主要还是球者这边的一个点位 包括他们的选择 确实是不给鱼人机任何机会 这里我有鸟 骗出来 再补 补饮食去供机子吗 供他伤害 吃不吃得到 这边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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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但这个飞轮的话好像被卡了一手 如果能进前面的交互点 会不会躲掉这一刀 感觉这个飞轮只是单纯的能躲掉刀 但不一定能够先知去进交互点的 不清楚 待会再看吧 这波的话 先知吸出了一只鸟 导的位置又不影响密码机 留给鱼人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他要 他拦不住机子 佣兵救人又有博命 这个机子呢 你只能现在稍微的干扰一下 但是拦不住啊 还在溜 还在溜 我们这两天关键的先知 都是打了鸡血的吗 那不是普通 平常看的那些先知啊 鸟吸出来了 点一刀好 再砸一板 我感觉下一只鸟都快有了 佣兵过来救人 三人开门战 应该是拦不住 呃 鱼人机呢 手里面有一个疑形 三人不贴门 看佣兵这边吃多少伤害吧 看佣兵这边吃多少伤害 看佣兵开门战 是不是一个埋血 这边是直接疑形过来管密码机 狗女这边 密码机点亮 一刀没打中 有加速 有加速 一个滑布拉开 那边人救下来 这波疑形过来管这个密码机其实是挺正确的 交了个飞轮 再追 狗女说不止先知的走位油滑 我走位也油滑 佣兵卡中场 佣兵这边交饮食封先知这边起点的门 稿子赶路 过来能有耳鸣 好的 但是佣兵的话不一定拦得住 要不要去封一手门啊 用兵挑护臂赶门 饮食 稿子 崩塌 哎呀 最终先知这个飞轮应该是 没有能挡住 这个崩塌伤害 如果挡住的话 先知应该是有机会能走的 这个飞轮差了一点点 但是已经很秀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